首一季的时代不少人喜欢用交友软体交朋友 但肖基会调查15家交友软体发现 这里头暗藏不少陷阱 其中最多人申诉的是 原本一开始只是想试用 但却被自动续定 要退费又求偿无门 因为包括Tantan还有Goodnight等8家交友软体 都没有办法退款 再加上不少公司都设在国外 民众遇到问题也只能找肖保官申诉 那些手机就能跟另外一关的他 开始聊天 近几年窜红的交友软体越来越多 但肖基会调查15家下载人数 破百万人次的交友软体发现 里面暗藏不少陷阱 定了以后你发现退不了 那退不了却要面临 就是业者几乎是无限制无限期的 自动的每一期帮你扣款 像说民众被免费或者优惠价格 吸引下载APP 填好信用卡资料 但明明一开始只想订三个月试用看看 过了三个月之后却被自动续订 就算APP有写明每三个月会自动收取订阅费用 不过有民众想要取消时却都不能退款 被点名的业者包括探探 滚奶 Bumble等八家交友软体 另外 那tinder跟suit ring就提到犹豫期内可以取消订阅 但是哪种状况可以取消却没有解释清楚 至于另外两家圆圈跟say hi的条款中 更是没有写明退款规则 民众不只要注意退款机制 另外还有软体让未成年人注册 网络交易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有定制了这个 英记载不得记载事项 太多机关都会推说 我们没有人力可以执行这些 我们订定的规范 在我们来看这个是匪夷所思 除了goodnight sweet ring等六家交友软体 有在台湾设立公司 其他业者的联系窗口都在国外 一旦出现消费纠纷 恐怕无法求偿 民众遇到问题也只能找消保观申诉 记住问题跟二弟推报道